你到了 你到了 不好意思啊 翟律师 约你来这儿 聂先生 我们之间是有什么渊源的 为什么要帮我交住院费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你现在缺钱 我缺一个聪明人当间谍 间谍 一个任务一百万 不违法 不杀人 不放火 我现在有一个人 接吗 为什么选我 因为我看出来你有这方面的潜质 还要你现在的处境 有更好赚钱的办法吗 翟律师 等着给你家人收尸吧 哪用这个官司的代价 付不起 也没了医药费 找私家侦探去查纵还 都需要钱 翟律 想想你妹妹 第一个人 进入聂天国际 成为聂教三少的特别助理 天元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 载双白 来应聘助理 一个大官司从没输过的大律师 想做总裁助理 我不理解 您不需要理解 试用期内我能胜任就行 数亿有专攻 你官司打得好 不见得可以做助理 可是我要怎么样 才能保证应聘成功 我会让你与桑注意到你 你就这么对待求职人员的 是吗 那种好 滚去拿药箱 原来 这就是他的安排 不能够负这样的安排 要把此刻他对我的欠意 变成职位 是吗 是吗